杨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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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技术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今天想向您介绍的这几项技术 那真的是一招齐过一招 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 它到底有多独特呢 我们一块来看看 小龙虾的天敌有很多 空中的飞鸟 池塘中的龟 鳖 田中的水蛇 都会威胁到小龙虾的生命 别看小龙虾有着一对大钳子 看上去非常的凶猛威脸 但其实它的攻击性并不强 大多数情况下 这对大钳都是用来吓唬人的 本身争斗能力弱 行动又缓慢 所以小龙虾的天敌并不少 把小龙虾和天敌养在一起的人 名叫舒新亚 加东卢它和小龙虾都是原产白美 它在白美就是一对天敌 可是加州鲁鱼和小龙虾毕竟是天敌 这一旦碰了面 小龙虾肯定就没有活路了 舒新亚就想了一个办法 既让它们生活在同一个池塘中 又不会直接碰呀 小龙虾在池塘底部爬行 再用网箱分隔出一个空间 用来养殖加州鲁鱼 加州鲁鱼在网箱内部 小龙虾在网箱的外部活动 不会对小龙虾造成伤害 可以利用加州鲁鱼的游动 刺激小龙虾的活动 以增强小龙虾的体格 好让小龙虾长得更加健壮 小龙虾的宣布 阿里,去! 來,去! 去! 來,去! 來,去!去! 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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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小心啊! 阿伯,你放靠邊一點啊! 好!好!好! 黃甫舟顯然是和這夥人有著默契的 眼看著他們把一些箱子式的東西丟到棚裡後匆匆離去 這夥人這葫蘆裡究竟賣的是啥藥呢? 不要靠近了,靠近要是明白行了 樹枝金黃色的大馬蜂 正圍著它嗡嗡作響 這次放進口袋了 所有的棚都放 在收菜大棚放馬蜂 這演的是什麼戲呢? 這不是主動找蛇呢嗎? 馬蜂的學名叫做胡蜂 全世界有數千種 好稱昆蟲界的老虎 十分凶猛 專門捕食其他昆蟲 胡蜂最怕老蜗被人搬動 只要受到驚擾 它會第一時間飛出來遮人 不過對於多數胡蜂來說 他們夜晚的視力幾乎是零 所以當晚上搬動蜂窩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輕易飛出來遮人了 利用胡蜂夜忙的特點 汪景安他們都是等到天黑以後 才把胡蜂們放置在田間地頭 晚上是安全了 可白天呢 人總得到地裡幹活呀 人走得離蜂巢太近 就會遭到攻擊 遮人的主要是守門的胡蜂 他們對於近距離的移動目標最為敏感 當移動物體距離他們四五米時 蜂巢口的守衛蜂就會立刻出擊了 可是人在菜地幹活難免有疏忽靠近的時候 如何才能做到萬無一失呢 王景安想出了一招 在距離蜂巢一米左右的地方 將蜂巢出口遮擋上 胡蜂不再遮人 王景安也欣喜地看到了 胡蜂每天捉害蜂的盛況 無辜光 胡蜂巢 合大餐 胡蜂巢 但是五峰在夜晚就是个瞎子 天一擦黑 要是不赶紧回潮 怕是连家门都找不着了 而有些蔬菜 却偏偏是被晚上出来的害虫吃的 大部分的鹅类幼虫 都是夜晚才出来啃食菜叶的 一般的狐蜂还真是拿它们没办法 那么有没有一种 能够晚上出来捉虫的狐蜂呢 我们老百姓叫它夜食风 夜食风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小狐蜂 个体虽小但是毒性更强 它们隐居在云南的一些山区 晝福夜初 黑夜万籁俱静 当夜食风从远处的头顶飞来 它们独特的嗡鸣声 就会首先暴露它们的行踪 此时手电筒就要派上用场了 喂喂喂 你看掉下来了 夜食风遇到强光照射 立刻就会变成瞎子 从夜空中跌落在地上 电筒关闭后 夜食风很快就会恢复视力 继续咬着虫子起飞 沿直线飞向巢穴的方向 捉风人只需要跟随它 瞄着那个方向向前搜寻就是了 针对一些受夜晚虫害 啃食严重的菜地 它把夜食风运过去以后 很快就收到了奇效 感谢观看 这个在广东水产品市场上随处可见的 是石斑鱼家族中的一位新成员 这条石斑鱼之所以受欢迎 那是因为价格实惠 肉质细嫩鲜美 别看它们只有两斤大小 但它的出身却不一般 这个大块头的家伙 就是虎龙斑的爸爸龙斗石斑鱼 它一年可以长三到四斤 龙斗石斑鱼主要产于大洋洲和东南亚一带热带海域 是大型名贵的食用鱼类 个头最大的能长到六百斤以上 它们之所以选中龙斗做杂交石斑鱼的父亲 看中的就是它的大个头 虽然它们长着庞大的神区 看似慵懒 游泳速度也不快 却是天生的猎食者 它们喜欢匍匐在水底或藏在洞穴中 很少游动 但是眼睛却时刻在观察着周围 它们有一口锋利的牙齿 喜欢以突袭的方式来捕食 一旦发现猎物瞬间发动袭击 只需要0.05秒 到了冬天 它比较饿的时候 狗到池边了 那个狗都比它吃掉 虽然虎龙斑有一个巨无霸的父亲 可它的母亲老虎斑 却是一个娇小温顺的小个头石斑鱼 让一个几百斤的巨无霸 和一个只有五六斤的小布点结婚 目的就是为了培育出肉质鲜美 生长速度快的后代 2012年 科技人员开始了池塘饰养 这个池塘饰养基地 位于被称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 广东省徐文县的脚尾乡 这里三面环海 烟波浩苗 海区原本就盛产石斑鱼 新品种的石斑鱼在这里养殖 那应该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没想到 养的时候 就是这清澈的海水 却出问题了 这一眼能望到底的水 让呼龙斑们惊恐不安 他们躲在角落里 不敢出来吃食 石斑鱼怕光 杨小丽他们就在池塘上 搭起了遮阳棚 石斑鱼喜欢躲藏在洞穴里 他们又在池塘里 放置了一些废弃的管子 不受外界干扰的鱼儿们 能够高高兴兴地吃东西 健健康康地长大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工人们发现 一些鱼的游动有些异常 老喜欢贴着池塘边 在石壁上蹭来蹭去 最普遍的是一个叫海水小高虫 当鱼的身上有了寄生虫以后 就会感觉特别难受 它们就会在水池壁上 反复地磨来磨去 摩擦久了 表皮会破损 时间长了 就会出现感染溃烂 还会传染池中的其他鱼 严重时就会造成鱼的死亡 得把这些附着在鱼身上的寄生虫杀死 经过实验 它们想出了一个消灭寄生虫的好办法 用海水再养 用淡水给它洗掉 寄生虫是生活在海水中的 现在把鱼放进淡水中 环境变了 寄生虫不适应 十多分钟以后就会死亡 而虎龙斑虽然也同样生活在海水中 可在淡水里待上一两个小时 都没有问题 呼龙斑在生长过程中 它们的生长速度很快 每隔两个月就得洗一次淡水澡 再次进入海水中 瞧着阵势都不敢示弱 原来比的就是挖树的本领 李治国之所以对这两种挖树的大机器超级感兴趣 是和他种的大核桃苗有关系 这李治国不简单 很好学 别人种核桃用的一般是小苗 可他却学来了先进的技术 愣是把自己的核桃苗培育成了三米多高的大苗 这大苗好是好 不过要挖出来种到地里去 那可费老劲了 这回李治国看到了园林挖树用的机器 一下子来了兴趣 树不同 可原理是一样的 于是他赶紧跟销售商商量 租用他们的挖树机 到自己的果园中实地试试看 对于小型的苗木 半月式机器侠合适 他小巧灵活使用方便 但是对于大树来说 他就无能为力了 李治国请来的四半式挖树机 是要用来帮他移栽大树的 这大家伙还是变形金刚呢 他有四面刀片 大树根长得粗 只有他才能够切得断 他把收缩自如的机器手 铲进土里 切根与挖掘同时进行 他比鲁制深刻厉害多了 垂直就拔了出来 他不仅能够挖树 还能够栽树 他的工作方法是 先在准备栽树的地方挖出一个大坑 然后再伸出胳膊腿 把要移栽的树挖出来 抱起来转身就走 到了坑边 一放 嘿 严丝合缝 边挖坑边种树 自己就把活都干完了 放下酒了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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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酒 只听说过种花种菜种庄家 这酒咋还能种呢 原来啊 种酒就是把原浆酒注入到活竹子的竹节里 真是奇怪了 师傅们就这么轻易地把针头给扎进去了 原来 师傅们种酒是非常讲究的 种酒必须在清明节前后 雨后刚窜起来的新竹是最适合种酒的 清明时节雨后 竹笋会一鸣惊人 以每天约半米的速度向上急窜 这真容易扎进去 而且它生长迅速 小小的针孔很快就能够愈合 竹筒就相当于酒筒 原浆酒在竹筒里慢慢地发酵成竹酒 好 来 小心点 酒存在竹子中两年 这竹酒就成了 来一口吗 咖啡 立足实际情况 开拓创新 每一样绝技都与众不同 科技让农业生产焕发出了独特的魅力 希望这些奇妙的绝技和经验 能够带给您启示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小麦育种 为何用上了航空航天领域的风洞 这12个类似橱窗的设施 对小麦育种有什么作用 刘正刚用了什么方法 让他花30年的时间 干成了120年的事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